这个影片这个画面是他们的互动 这个互动真的让人家不堪入目 国民党大动作召开国际记者会 秀出20段不雅影片 質疑男主角就是绿委罗志正 呼吁对方退选 但这场国际记者会也被绿营批评 格局太低 民进党努力上架台湾 但是国民党是在努力上架别人的私密影片 国民党你到底是要来应征狗仔队 还是要当一个总统候选人 我想两相比较高下立判 面对兰云猛批 日前已经澄清过是身位影片的罗志正 也再度发出三点声明反击 绝不能让中共网军得逞 呼吁国安单位快速介入调查 再批红筒正媒造谣抹黑 而同党的洪生汉也同样惊传外流影片 去年的12月 那我其实就有收到了一封 其实他是用一个造假不实的资讯 然后来要恐吓勒索的信件 所以就在那个当下 那我其实就报警了 他的身材真的比我瘦很多 而且他也没有胡子 认为尊重 而且支持我们的检调当务 对于中国的 这个戒选的这些手段 要有所了解 洪生强调目前已经报案 由刑事局侦办当中 不排除也是中国戒选 究竟真相为何 交由检调来厘清 三线往前有他一群小组 泰宝岛 进入1月前有 下车 走 哪有 有